西安大唐不夜城 五一假期 第一天下午2点半左右 游客不是很多 下午3点 这儿有个四个艺术表演 整个大唐不夜城街区有十几个节目 这些节目原来是晚上表演的 五一假期期间都安排到下午表演 朋友们进场了 表演马上就要开始 诗歌艺术演出结束 先生要表演的是细演幽画 一部原队 此心态画的美与花 表演 那去外出花中造成的胖鱼子 故书中焚醒 将展现信号鱼子的词试中 看葡萄楼表演 葡萄楼表演 葡萄楼现在有两个地方表演 一个是大叶塔北光城 一个是大唐不夜城 开业广场动策 别走别看 每个人都能到最前面 跟葡萄楼小姐姐握个手 这要表演的是 月舞长安表演 Want舞长安 g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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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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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副成的表演 噴泉害得越想,噴得越高 这是下午4点40的人流量 人接接兜起来了 现在是4点45左右 大爷他南光厂跟大唐布业城之间的道路 已经封闭了 不准机动车行驶 现在是下午4点50 4点50之后 大唐布业城已经没有演出了 所有的演出已经切磋了 现在都那么多人了 等夜幕降临之后 大唐布业城的人会更多 下午5点左右 游客从地铁大爷他才出来 到大爷他北光厂 再去大唐布业城 今天晚上的布业城 人流量估计要超过几落了 没多少人 游客们从大爷他北光厂 涌向大唐布业城 没有任务 电话 给他看他的 客人 他在那边 有点 他在那边 没有任务 他在那边 给他拿着 他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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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